你真的是觉得熊珍珍 好吧 我也是熊珍珍 土江可以直接就小文算了 最难的来了 我跟你说 最难的来了 珍珍你就得发给谁 我不知道 她一二四都有过 珍珍不会发给其他人 你喜欢吃甜一点的还是咸一点的 珍珍不会发给奇荣 也不会发给大叔 对 珍珍唯一有可能发给浦江 跟发给 家俊 而家俊是他明天要一起煮饭的那个人 我明天煮 派生好不好 我可以吃 可以吃 但是浦江是他跟女生谈话的时候 唯一提到的人 对啊 你说他问我第一句话超搞笑 就很可能说 你看我耳朵是不是很红 所以我才不说 那个声音是一个 就是提到了 但是没有用的一个线索 真的是五十五十 我觉得更有可能是珍珍 因为我真的不觉得浦江 因为浦江今天的表现真的 如果我是女生 我都 我会跟他说再见 我投家俊 我投家俊 浦江给谁啊我的天 浦江太没有线索了 浦江完全无头绪 他到底在干吗 他到底在干嘛 全年最大难题就是他了 她唯一坐在一起过的是珍珍 但是她又一直拒绝珍珍 但是她完全没有任何对 任何一个女生有主动性 她跟小文是洗碗而已对不对 对 反而我倒觉得 浦江跟珍珍 浦江跟珍珍 我觉得哪一个男生耳朵红的话 是代表他不会说谎 就喜欢嘛 有一点点不好意思 所以才会耳朵红嘛 然后又一直她又一直喝水 就是紧张嘛 嗯 好加油珍珍 珍珍 好的 好 钟家俊投给谁 我觉得给小文 我觉得还是小文吧 嗯 第一出 洗完了 是的 哎呦不容易啊 洗完了 不容易不容易 验证答案的时刻 我们一定要赢好不好 我们去看看 好 走 一定要赢楼上 走 第一期战胜竞节 拿到我们的排阳之心 哇 就剩下你的好朋友 你觉得家俊会发给谁 我 我本来是觉得是思青的 我觉得珍珍 对 你应该会选择珍珍 都觉得会是珍珍 应该会 她跟思青真的没有过任何的交流 没有 但是恰恰是这个没有 我有点觉得很危险 我觉得她以后会喜欢思青的 以后 对 她说她单身了四五年 所以她肯定会是看很久的人 相信我 我得到我们的几天 我得到你 我得到你 你活得到你 不得到你 不得到你 我得到你 你 bir人